吃虱目魚精華是癢 把你身體癢好之後呢 藥膳是補 所以同時煎癢跟補 所以就靠我手上這一包 虱目魚能量都在裡面 金黃色 它是小分子氨激酸 好吸收 因為是藥膳的那個肌底的 那個調味嘛 所以它滿適合運用在料理 麵線煎是最簡單的 麵線你就燙熟 你就用個油下去煎一下 就不用另外調味了 不用 不用 其實魚精它的味道很濃郁 對 它整個滾起來之後 那個味道好香喔 然後再加上 因為我們把它煎得恰恰的 對 口感非常的好 直接蒸蛋起來的時候 加進去也可以 不過在蒸蛋的時候 打蛋液的時候 對 打蛋液加進去 對 營養滿滿的 這樣好香喔 對啊 這樣好香 像粥啊 你就煮粥的時候 如果說你想吃的話 你就是把它 就可以了 對 有點甜甜的那個風味 對 然後有點淡淡的藥 香香味 對 它本身魚精 它可以帶出蔬菜的甜 其實不是只有老年人 需要吸收快一點 小孩子成長期的時候 大量的需要 這時候你就用這些 來做補充品 其實也很好